拔萝卜 拔萝卜 嘿哟嘿哟 哼 还有心情拔萝卜 看来在这里玩得挺开心的嘛 爸 小鸡这个暑假就拜托你了 只要给我生活费 一切都好说 很好 妈妈他们在那边谈事情 就没有人会注意到我这边了 哈贼姐姐 咱们今天晚上就吃红沙萝卜好不好 红沙萝卜 好奇怪啊成呐 那还是留给爷爷做烟萝卜吧 就是啊成呐 你别想一些乱七八糟的菜谱了 爷爷中的萝卜就算生着吃都很甜的 真的吗 那成呐现在就要咬一口尝尝 哟 这不是那个小乞丐成呐吗 啊成呐 怎么这么喜欢拔萝卜呀 萝卜没拔出来 倒是把你的脑袋中进去了 小七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没想干什么呀 这里可不是你的家 是我的爷爷家 小乞丐就要有小乞丐的样子 你的身上这么干净 我可不得帮帮你吗 你瞎说 成呐才不是小乞丐呢 你是不是太小看我了 你不是挺厉害的吗 长能嚼得那么大 力气却这么小 果然跟妈妈说的一样 贵旧的狗就不会咬人 你说说你拿什么和我斗 喂 你这小屁孩 跟我等等 小骑士吗 你只不过是到这里来玩几天的客人 我们才是这个家的主人 你这么做就不怕我告诉爷爷吗 哈哈哈 哎哟 我好啪啪哦 你去告啊 尽管去告 让我见识一下成呐的姐姐 到底有多大的能难 哼 你以为我不敢是吗 我这就是爷爷面前揭穿你这个虚伪的小恶魔 呵呵 你抓着我干什么 还不快给我放开 啊嘞 又来了一个自不量力的家伙啊 看来今年这个暑假会过得很有意思 何彩姐姐 哈哈哈 我告诉你们 你们俩姐妹就是一个德星 生来就是被人欺负的命 你竟敢 你竟敢对花彩姐姐出手 我不会原谅你的 永远不会 刚才的教训还没长齐心吗 你难道还想常常走啃你的 喂 你想干什么 你这个成载 不可原谅 不可原谅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好像后边吵了什么声音 小琪 糟了 妈妈要过来了 我得假装受伤了才行 小琪 小琪 你怎么了小琪 你赶快醒醒啊 不要吓唬妈妈呀 你赶快过去看看 怎么了小琪 小琪怎么了 小琪好像昏过去了 我怎么叫她 她都不答应我 丑仔 你没事吧 小琪 你也别太着急了 咱们马上就把小琪送到医院去 还不都是你的好女儿 还不都是这个成载干的 你别这样 咱们先送小琪去医院比较要紧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 你的这个女儿 她是个灾心 你还非要把她弄到我家里来 现在好了吗 家里被弄得一团乱 现在 现在就连小琪都受伤了 我知道了 我会好好教训她的 咱们先去医院好吗 我告诉你 丑仔 你怎么对我没关系 让你这样感觉小琪小手 哼 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你妈教什么 乃哥要警察 好好管教你 我们都仔细检查过了 你的孩子除了一些擦伤 什么事都没有 你们也别太担心了 啊 谢谢护士 谢谢你 丑仔 爸爸知道你和我 也和夏阿姨 但是 小琪她是无辜的 你干嘛要推她 你知道吗 小琪有多想和你做朋友 你走了之后 还一直在劝她妈妈把你重新接回来 你怎么变得跟你妈妈一样 这么歹毒呢 爸爸 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那个样子 是小琪她先向我们动手的 犯了错误 你们不但不承认 还冤枉弟弟 花仔 我一直觉得你是个听话的孩子 没想到你和成仔一样 果然 三只交出来的女儿就跟她一模一样 喂 成仔 你要往哪里走呢 爸爸 你自己的女儿是什么样的 难道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成仔的头上也有欲亲 你想过没有 如果是我们单方面的动手 为什么我和成仔两个人都会受伤呢 如果你依然觉得是我和成仔的刻意找茬 你大可以把你宝贝的小琪接回去 爷爷这里不欢迎你们 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叫你爸爸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